谣传有香港电台主持人曾接听过灵界的来电 控诉生前被性侵的经验 也有谣传香港电台界有进播的歌曲 电台进歌一播 录音室就变鬼语 刚入行的他负责做深夜节目 搞什么半夜还施工 待会做节目会不会收音进去 过了一会儿他选了这首歌来播 怪声又出现 搞什么两点还装修 不会吧 正好新闻播报的同事 接下来准备三点准的新闻 楼上还在装修怕收音有问题啊 准备三点准整点新闻报道 准备一点左右 旺角发声音起交通意外 这声音哦观众听不到啊 慢慢哦你就会习惯 什么这么大的声音都收不到 刚才播完了又来 不要吓我啊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怪声来自鬼魂 没有人知道 从此之后 那位DJ 再也没有出现在电台 苹果募集一百位爆料同名 每月独家爆料两则以上照片或影片 如采用当月就发两万元奖金 爆料拿奖一举数得 照片一千 影片两千元 每周点阅出最高 再送奖金五万元 全民监督社会从爆料做起 爆料请打电话 或用APP电邮等各种方式 优优独播剧场上